資訊記者 電話目 鐘 Auto Key 再開一個Lay 好,所以一開始呢 位移的時候把它設在零 走過來再設回零 零 嗯,嗯,這個沒 OK 好,那 所以它的本體其實是走出去 但是現在因為我有個Layer 反正不管怎樣,你都給我停在0 那就會得到一個原地 走路的姿態 好 那這個資料要使用 這個Auto key關掉 好,因為呢,呃,它現在其實是 動作其實是在Layer裡面 所以你這樣子直接存呢 呃,會得到原版的動作 所以呢,要壓下去 壓下去 好,這個資料 Layer壓掉 好,一層一層壓掉 誒,等一下,這一層是 看一下這層是什麼東西 誒,這層是手 手的資料應該是可以壓下去啊 看一下 喔,OK 可能要停在這裡 因為再壓下去呢 我先這樣一格過來 再下來這一層有腳印 那,腳印的資料 永遠會最優先 所以如果你還要再往下壓 我們要過一個動作 這裡有一個 轉轉轉的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的話呢 它會強制把腳印 轉成Keyframe 轉成Keyframe 這樣 好,那在這個狀態下呢 Layer的資料就會留在這裡 好,Layer的資料就會在這邊 那這個再壓下去 就只剩下的就是Keyframe資料 好,但是這個 那,這種資料你就沒辦法再修改 好,原始的檔案你不要動它 那,透過這樣的轉Key 就是最底層的腳印轉成Keyframe 然後再把Layer壓掉的狀態下 我會得到只有這個資料 好,那就可以